腰部这样悬空这也睡不好啊 这样平躺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 实在是太难坚持下去了 对于这样的人群呢 有一个小建议 就是在平卧的时候呢 我们在腰底下 因为我们这个腰底是悬空的嘛 适当的垫一定厚度的垫子 这样的话对腰部有个支撑作用 相对来说呢就能舒服一点 养成这个平卧睡姿这个习惯之后 我们逐渐的再把垫子逐渐逐渐减薄 那么一定程度上能让这个前倾得到一定的矫正 说完了咱们这个躺着的这个事 紧接着咱唠唠枕头的事 枕头太高 第二天早上起来呀脖子不舒服 估计不少人呢都会深有所谓 您看哈这个古装具有的时候 也没少遭吐槽啊 哟这枕头这么高 不怕脖子受不了吗 但要说因为睡高枕头就得上颈椎病 估计不少人觉得不至于不可能犯不上 仰仰劝您一句啊 可别掉以轻心 人民网呢可曾经发过这么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枕头太高 等于整晚低头呢 低头对颈椎有多大的伤害呀 不用杨阳说了吧 您是不是还不信 那就看一看发生在马先生身上的事吧 南京人马先生今年47岁 每晚他都喜欢把两三个枕头叠起来睡 没办法就是对高枕头情有独钟啊 可时间久了 马先生的脖子不得劲了 活动都很困难 单侧肢体发麻 紧急救医后发现 他因为长期用过高的枕头 导致颈椎椎管严重狭窄 颈椎骨钙化异常 并严重压迫颈椎骨髓 因为随时都有瘫痪的可能 医生立即为马先生做了颈椎扩大成型手术 手术很成功 马先生的病情已经好转 虽然是看了马先生的新闻 但是我对这事还是表示存疑 你想啊 要说枕头高 谁能高得过古代人啊 不有一句成语叫做高枕无忧吗 这又是咋回事呢 枕头呢 其实拥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 据记载的新石器晚期 就是我们这个祖先睡觉的时候 就随手捡块石头啊 木头啊 柴草啊 就是把那脑袋给垫高了 这大概就是枕头的雏形吧 历史记载当中应用的最为广泛的是陶瓷枕 陶瓷枕啊 始于隋代 流行于唐代 两宋及金元时期都可以说是很风靡啊 元朝人的陶瓷枕头一度达到了20厘米高 要问这个陶瓷枕头为啥这么受欢迎呢 因为古人对于自己的这个头发特别的重视 无论男子都是留头发的 而这个头发太长 一旦打结就很难梳理 要是枕布面的软枕头 这头发就容易打结 而这个陶瓷枕头光滑呀 枕一宿这头发都不容易打结 好梳理 另外 古人把这陶瓷枕头垫在脖子下面呢 不是垫在脑后的 主要就是怕睡着睡着从枕头上滑下来 古代人这个枕头 肯定是特别高 但是呢 古代对这个颈椎病的记载是特别少的 那这么一联想的话 我觉得这个高枕和颈椎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呢 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了 过高的枕头确实能够引起颈椎病的发生 并且加重这个颈椎的这种神经损伤症状 颈椎的这个曲度啊 是向前涂的 同时呢 颈椎和这个胸椎呢 它有一定的向前方向的这种前倾窖 所以说呢 如果说能正常的恢复这个颈椎的曲度 并且维持这个脊柱的颈椎的这种前倾 那么对于这个颈椎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说在我们平躺睡眠的时候 什么来决定这个颈椎的这种形态呢 就是这个枕头 所以说过高的枕头会降低这个颈椎的这种前倾 所以说颈椎它是受枕头的高低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呢 刚才小雪说 在古代的这个医术上也好 或者说历史上也好 很少有记载颈椎病的 但是古人也确实是用高枕头 所以还出现了高枕屋有这样一个成语